他封鎖台灣人的IP了 他刪留言了 他YT訂閱直接掉了兩三千粉 他連B站都被自家同胞給出征了 戴著AR眼鏡體驗一下出國的感覺 我第一次進來的感覺是這案子組是盲人 送啦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今天來講一下昨天那集中國大網紅電網科技AK後續的事情 今天凌晨他留言的高峰最高來到一千兩百多條 結果默默的就從一千兩百多條變成九百多 隔一段時間看又變成八百多 早上睡醒看剩六百多 中午後看他直接把來自台灣的IP給封鎖了 也就是說三留言的速度比不上被台灣網友罵的速度 乾脆直接學聖上一樣把來自台灣的IP給鎖了 給控屏了 所以看起來啊 我的頻道都是支持我的人呢 像是這個QQ音樂或是註冊一些中國平台的時候啊 他就會說你的IP位置非本地或是非本國用戶對不對 或是用台灣號碼去註冊 他會說這個格式不正確這不是我國的電話 What 所以我說嘛果然是同一個黨教育的產物 那我是怎麼發現的呢 多虧了Subshock VPN 好這集我沒有業配 因為我有在帶人Subshock VPN嘛 所以我就用了這個Subshock VPN呢 把IP切換到日本 美國發現啊是可以正常觀看跟留言的 搞笑耶 你在直播上罵台灣人 然後說要讓我們換成中共護照 卻不敢面對我們的反擊 你這樣怎麼打台灣呢 你的唇槍舌戰都不敢了 你說肉搏搶灘 你在笑死人啊 別再跟我扯什麼50米飛彈炸下去什麼東風飛彈全部炸下去 你們解放軍就是有長期訓練搶灘 還有攻堅總統府跟攻堅海灘碉堡 還有訓練火焰噴射器的士兵 請問這些是拿來對付中國人民呢 還是對付未來要跟美跟台作戰呢 搶灘啊 你在中國要搶什麼灘啊 在湖北搶灘啊 所以真的不要學上次那個廈門小粉紅說什麼 欸飛彈炸下去就好了 啊對啊 那這樣中國幹嘛要有陸軍 幹嘛要有這個海軍陸戰隊 飛彈炸下去就好啦 你不是在玩紅色警戒 所以我這邊懶得在贅述 有興趣的可以去看我那一集是怎麼用正常的軍事跟國防邏輯 去反駁他的這種論述 這個電玩AK網紅啊 自己留言罵台灣 還有獨立單發一篇貼文來罵台灣 共兩篇啦 感謝參與時事評論 但請注意頻道規範 不得發布任何政治相關的言論 本頻道不涉及政治話題 也不討論詢問AK的政治傾向 然後不得人身攻擊不友好的評論 都不可以 禮貌帶人是一個基本的素質 結果你自己在直播裡面 率先罵台灣人 TMD的 你率先在裡面 坦承你的政治傾向 對不對 你自己先談這個 然後你說你的頻道不准談這個 果然 上梁不正 下梁歪 上面什麼樣的人 下面什麼樣的人 來我們來看他的留言 台灣的朋友 請你們記住幾個事實 第一 你們不是美國的盟友 是狗 和被拿來當作炮灰用的槍 很難聽 但這是事實 好這裡就很好笑囉 中共跟小粉紅財狼會說台灣人是美國的狗 對吧 那你們不是應該很高興嗎 結果最生氣的都是你們 這很奇怪對不對 裴洛西來了 最不爽崩潰的都是你們 賤麥卡錫不爽崩潰的又是你們 所以你說呢 我們的敵人是中共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以他做什麼不高興 就代表我們做對了 不是嗎 再來 為什麼保衛自己的制度跟自己的國家 叫做當別人的狗 今天沒有美國 我一樣會站出來保護自己的國家 這個道理很難懂嗎 一樣的概念 日軍侵略中國的時候 中國人一定要美國站出來才開始打二戰 所以在珍珠港之前中國人都是投降不抵抗 所以有南京大屠殺 是這樣嗎 所以 中國人民當時都是炮灰 你們連美國的狗都當不了 所以我可以這樣講嗎 顛倒是非呀 再來還有一個邏輯 如果你認為台灣人保護自己的國家是炮灰的話 那這個前提你也默認了 你們自己 中共跟小粉還有解放軍 是過來也被當炮灰的 所以中共 之前那個發言人說什麼 中國人民是中國共產黨的銅牆鐵壁 這種人啊 你都已經三四十歲了 那個時候打台灣應該也輪不到你啦 是輪到你的下一輩年輕人啦 所以你在這邊大言不慘的讓別人先上 我就說了中國有三六九等 那是不是要讓這個醫保有金卡的要先上 那是不是要讓北上廣深的戶口戶籍先上 日和老美開打了 你願意上前線嗎 這農民工就反問到 請問 上前線有戶籍限制嗎 請問農村戶口可以嗎 請問是不是北京沙海戶口的人優先呢 請問上戰場需要贊助證嗎 請問要計劃生意證明嗎 請問要香港證和健康證嗎 請問需要有一年以上的晚稅證明嗎 請問我什麼都沒有 不是黨員不是幹部 就是一個農民能上嗎 請問西天了之後 大家賠錢都是一個價嗎 請問還執行雙尾是嗎 請問高薪裝備優良的先上嗎 請問起事業 雙照費是一樣的嗎 請問真打的時候 跟單雙號嗎 請問抽空前要搖號嗎 請問多久能搖上號啊 請問我可不可以站在城管拆遣隊 和交警陸正的後面呢 請問如果我犧牲了我的兒子 可以和北京的孩子 一個分數線上好搭學嗎 美國承認九二共識 認定只有一個中國 美國的一個中國原則呢 跟中共的一個 一中原則是不一樣的 他還在混淆視聽 美國的一中原則是 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大陸 為中國政府 美國也理解 你中共認為台灣是你的領土 但美國 自己不認為台灣是你的領土 所以美國的官員可以一直來 美國的槍炮可以一直往台灣運 而你阻止不了 如果台灣跟湖北啊 湖南啊 香港 一樣是你的一部分的話 你怎麼不阻止 你沒有能力阻止 因為不是你的國家 所以為什麼裴洛西可以來台灣 而你 中共 盛上 不敢來台灣 我們不要說盛上啦 我們就說當時的李克強啦 包括現在的李強總理 不能來台灣 意義上來說 你們根本不是護照 是旅行 文件 你確定要這樣 貶低台灣 你這樣貶低台灣 越是打臉你自己 好 台灣這個護照 是旅行文件 旅行文件 比你的 紅色護照好用 你丟不丟臉 把自己的敵人 貶到越低 這是對你自己的 越不尊重 世界上沒有國家和組織 承認 你們是國家 有啦 目前還有十幾個啦 你這個文法上來說 只要有一個承認 我們就還是嘛 對吧 而且 台灣 是不是一個 國家 我覺得這不是跟你爭論的點 跟你爭論的點是 台灣是不是 中共國的一部分 對 或許台灣現在 因為自己憲法的問題 還有你們在那邊 逼迫 在金援外交 把這個中國人民 農村人民的這個 納稅權 拿去養這些外交 來幫你們投票 對吧 在這樣的壓力之下 他們雖然 不承認 中華民國 或是台灣 目前來說 是一個 正常意義上的國家 但 人家 沒有 承認 台灣 是你 中華 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這樣就好啦 台灣是不是一個國家管你屁事啊 他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來 你先來去一個行政機關找五星期給我看 你找得到再說啦 好 來 現在 盛上發一個像 香港國安法一樣 發在台灣 執行了 我就認同你說的 沒有這些前提 你不要跟我扯 五四三 你跟我講的是理論 我跟你講的是現實 本頻道 今後 所有內容 對 我國台灣地區 觀眾 不再可見 如果你想 觀看本頻道內容 歡迎通過自學的方式 了解 SS什麼鬼的協議 和 相關工具 原理實現 講得那麼老口 就掛subschime VPN就好了嘛 對不對 不過很抱歉 YouTube上 最全面關於這個話題的討論 已經到了無可救藥的程度 自視甚高 道理講不過別人 然後就開始搞什麼槍桿子 就搞什麼封鎖 就搞什麼什麼鬼的 你看嘛 他自己頻道一開始說 他不討論政治 他不表達政治立場 自己先罵台灣的 然後又說 逼台灣人換護照 我尊重現在的 分治狀態 現在的 中華民國在台灣 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是 你直播上的表述 你自己也知道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Republic of China 先後成立的順序 還有你昨天都講出來 這是不同的 對不對 但是呢 只是他們的文化上 是一個國家 他們在內戰的 中華民國狀態下 你是這樣講 然後你現在又說 我國台灣地區 種種不就證明了 你想要台灣 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嗎 這不就是你的立場嗎 之前還在那邊裝什麼中立勒 搞笑喔 你這什麼道理啊 我一邊在賞人家巴掌 然後說 我不打人的 我從來不打人 我非常尊重別人 我不用暴力的 你做的行為跟你講話不一樣嘛 對不對 難怪是小粉紅 本人沒有明確的政治 請假 但台灣地區 並非主權國家 而是中國的一部分 對很多國家都認同 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國 但 這些國家大部分也不認同 台灣是屬於你的一部分 台灣是不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呢 撇開一遍不說 但他起碼 國際上 大部分的認知 他不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所以呢 為什麼台灣會有什麼什麼辦事處 什麼什麼鬼的 而香港 作為一個特別行政區 他沒有什麼香港辦事處啊 什麼香港 什麼代表 香港 什麼領事啊 在其他國家 裴洛西也不能去香港 你們講什麼勒 第二 我不是什麼粉紅 我也不支持任何貼標籤的行為 個人的經歷受過的教育 對世界都是不同的 不就是你自己先把人家貼標籤嗎 你還逼台灣人要換護照 粉紅 就是支持台灣要變成中共國一部分 民主主義情緒 你不就是嗎 欸 你殺人犯 沒有 我沒有殺人 我沒有殺人 What 你這個 行為就是把我貼標籤 我不是 我沒有 第三 既然今後我的頻道嚴禁討論政治話題 你行你參政 別在網上瞎吉巴聊 有個屁用 你去當解放軍頭子 你去當聖上 武統台灣嘛 在那邊瞎吉巴聊什麼用 讓我們台灣人換護照 換什麼護照 你去當聖上 來讓我們換護照 你做 每句話都會打臉自己 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 國家統一是我的底線 看了所以你的底線是沒有底線 還沒統一 第四 我國台灣地區護照 最近幾年才改版 台灣的字越來越大 但是 Republic of China的字樣 依然不敢消除 因為 China才是國民 台灣不是 為什麼 好好去學學歷史 我們目前不是以台灣為國民的國家 但是台灣代表著我們中華民國 台灣代表著我們對外 人家是怎麼認知我們的 沒錯吧 而我們正在往這步努力 這個昨天都舉例過 國民黨在效益 創黨 共產黨在中華民國 創黨 然後之後才會有國家 這個我都講過 我這邊不再贅述 他說不敢談到 China China是國民 錯 China不是國民 Republic of China 這三個字合在一起 才叫做 國民 而你們中共 叫做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四個 組在一起 叫做你的國民 而甚麼China 甚麼China 這是叫做 簡稱 所以你這句話的意思是什麼呢 Republic of China 是你國的意思嗎 來你現在跟身上說 台灣現在國民就叫做 中華民國 英文叫做 Republic 好像有跟我們 People Republic China 還有中華人民共和國 有區別 你去跟他講 這在配合你上面說 你說你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 你又覺得 台灣是你國的國民 所以你這個 一中就是 認同 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就是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到我們的護照 就沒有 People 這個字 你在怎麼玩 文字遊戲 你都改變不了 我在台灣 是看不到 五星期的行政機關上了 你先把這些 實際的行為 帶過來 帶過來 成為我們台灣 實際 我們在行政機關上 看到五星期 聖上來過 李強來過 你那個時候 在跟我說 你們台灣人 別逼逼了 你們就是中國人 我沒話說 但在這之前 抱歉 不是因為 你們還沒做 我們來看一下他在B站上是怎麼被他同胞嗆的 腦羞了 怎麼腦羞了 有人弄我的歌去嗆他 可是台灣的護照 確實對美免簽 參考香港 香港已經回歸了 可香港護照比大陸的護照 確實更方便 人家說的是事實 去不了美國 就這麼激動的 罵彎彎 簡直笑死人了 人家彎彎也沒陰陽怪氣 怎麼你就破防了呢 應該看得出什麼是嘲諷 什麼是善意建議吧 所以你被拒簽 是應該的 而且要永久拒簽 才符合你的人設 看到垃圾不能離開垃圾堆高興 腦羞了 戴著AR眼鏡體驗一下 出國的感覺 不會喔 簽證官別怕 科技研究不明白就開始吃愛國飯 吸粉 極了 我就看戲 小粉紅破防了 我第一次進來的感覺是 這案子組是盲人 哎呀 所以我們從他自己發的文章跟留言可以感受到 他就是自認 他高人一等 自己所謂的很聰明之類的 正好也是符合中共教育的369等還有精英教育 而他早期還有拍片講 中國人翻牆 其實不違法之類的話啦 但他的結論是什麼 翻牆不違規違法 但是要用國家認可的VPN翻牆 而翻牆被公安抓 是公安違法違憲 除非你使用非中共認可的VPN 不然你可以拒絕公安罰款你或是拘捕你 這個明先生這個陳老師 你們當初有沒有去這樣申訴呢 還是說這是領導的看法呢 法只是一個參考 那什麼是中共認可的VPN呢 就是一些公司或外商因為工作需要 所以可以使用的VPN 但我覺得這個就很好笑嘛 今天要不要抓你 即便你提出公安違法 最後還是看當地的公安投資的看法 領導的看法 不是你說 你違法就違法 很多人上訪被解訪 解訪也違法 但有什麼用呢 你沒有槍桿子啊 舉例來說 這集你們知道 雲南發生了強拆清真事嗎 當地的居民 抗議都被 武警擋 還有噴辣椒水 最後居民武裝棍棒跟拿石頭去丟那些 武裝警察跟他們對幹 而中共給出的說法是 這棟清真事在2019年是違規違章建的 但這棟清真事最早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明帝國時代 有600多年的歷史 雖然在文革中有被破壞 2001年就地重建 2004年落成 2018年還被列為 歷史文物 現在他又成了違規違建了 其實這些都是藉口 是因為當初這個清真事啊 他不同意把自己的圓頂 改成中國式的尖頂清真事 所以現在中共找理由 找機會去弄他 因為中國在這幾年陸陸續續的想把 中國境內圓頂的清真事給改建 那我們頻道在2019年已經說過一些案例了 只是這個政策 是循序漸進的政策 所以當時很多人不相信 因為鐵熊還沒輪到他啊 最後他說中共蓋了這些牆啊 是為了保護那些沒讀書沒文化的中國底層 因為沒讀書沒文化 所以判斷事務的能力不足 如果中國像歐美日韓台那樣的話 可以自由的上網有言論自由 那國家會亂 中共會垮 歐美日韓台垮了嗎 如果沒有牆 你的政權你的國家會垮 那是不是中共 不配 統治中國 他覺得他的學歷 他的知識比你們高 家裡比較有錢 所以啊 我可以翻牆 因為我可以判斷什麼場合說什麼話 但你們不能 問題是你憑什麼用你的主觀價值來認定別人怎麼定義這件事情的 你憑什麼幫人家決定他想不想了解或是知道這件事情 你怎麼 有權利卻讓人家 不能有知的權利 怎麼想是他的事情 我們看這幾張圖就知道 美國公安跟軍方是怎麼說翻牆 所以 所以這個網紅就跟中共一樣玻璃心碎 其實中共網紅會暴怒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你的美簽被拒簽而你在抱怨的過程 有個台灣人建議你可以拿台灣護照或是香港護照 而他是不是台灣人 你也沒辦法查證 說不定他是香港人啊 說不定他是海外的華人會打繁體制啊 你怎麼認定他是台灣人呢 而他只是給你一個建議 又沒什麼惡意 昨天一個在廈門的網紅也說了 他也常常被問要不要偷渡來台灣啊 拿個橡皮挺直接來啊 來台灣我去金門招待你吃好喝好 請問這有惡意嗎他說他沒惡意啊 那就是因為你自私身高 你覺得自己建文多管 是這個意識形態上的精英 結果你聽到台灣人免簽 換台灣護照 你直接心態炸裂了 你會覺得憑傻啊 憑傻台灣人可以你不行啊 你覺得這是在挑戰你的自尊跟尊嚴 笑死人吧 所以你才開始貶低台灣護照 說這是旅行通行證 大家要記得啊 中共對台的統戰 不是只有在真實的戰場上 在這種網路 我們也是在作戰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團結一致 去舉報這種人 他已經承認了 中華民國台灣是中華民國 Republic of China 跟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是不一樣的那個片段 撿起來丟給中國的網信辦 中國的公安局 丟丟丟丟丟丟 看他哪一天自己被鐵拳 今天影片到這就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 我不想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八角色再見了 Bye